华人翻译小哥在闲聊间和我说起了他的朋友 一个在乌克兰娶了当地女孩会有影响 这让我不禁地好奇起来 我就是因为有很多粉丝问我说 你是不是雷探长 然后我就 我说雷探长 我就搜了一下 然后就 他说你去搜一下 我一看真是啊 你家还是挺有中国传统风格的 哦这是孩子 哎呦呦 哎呦呦 漂亮的小女孩 你看凶的 多少岁小女孩 两岁左右 两岁了 那他以后说中文还是说这边 他现在就是中文俄语都说 你说我说抱抱吗 他说捏抱抱 捏就是不 抱抱不就是中文 你对乌克兰女孩什么样的印象 乌克兰女孩纯朴有性格 然后怎么说 嗯 没那么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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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比较重感情 就这边的女孩跟中国女孩相比较来说 呃 他们更注重生活 这个就是前苏联的一个 老式电话 我知道就是你特别喜欢这种 对我喜欢古董 前苏的东西你也有别的事了 有 然后我去跳到市场逃的 喂 护角前方护角支援 雷探长快需要支援 哎 这跟电影里面一模一样 对一模一样 这是个真东西 哇这你的儿子啊 哇 又是小混血 真可以的 以前哪里学的汉语 在这边学的 这边学的 那样子就是你很刻苦 样子就是老师教的好 你很刻苦是不是 那应该是 应该是 哦 哦 那么就是学多少年呢 四年 四年 哦 那我觉得是聪明 聪明 聪明 他有天赋 天赋啊 目标 他一定要找一个中国人 一定要找个中国人 对 中国老公 结果 结果 如愿以偿 如愿以偿 觉得中国男人给你什么感觉 回照顾家 回照顾家 啊 找顾老婆跟孩子 他 今天可能迷失没想起来 我补一句 就是中国人 更喜欢工作的状态 生意 就是知道怎么挣钱 他们的人 就是我能挣三千块钱 我就不想挣六千块钱 他们的人特别知足 咱们的人可能是 哎呀 我有了一万块钱 我想挣两万块钱 有了一个四十平的房子 想要一个六十平的房子 咱们的人是不断的前进 就中国的经济发展之所以这么快 就是因为咱们的这种文化 就一直传承的 就是这种想要更好的东西 来那个来说说你的那个爱情史啊 当时是怎么就认定他就是你未来的那个老公呢 他那段时间前段感情也不太顺利 我前段感情也不太顺利 我们俩碰到一块就觉得 哇 就是他了 就是他了 就没有别人了 就当时我们俩碰到一块就是特别快 我们相识两个多月 就基本上就算确立关系 就中国的女孩跟乌克兰女孩唯一最大的不一样区别就是什么 就中国女孩说你有没有房有没有车 我想给你生个儿子 生个孩子 然后我就说 那可以啊 然后就我们俩就在武汉领证 他父母是最后知道 我们俩要结婚的 他从来没跟父母说过 就直接带我去见他父母 然后就说我们要结婚 因为我们这家的父母都不管 都不管 对 他们不管 就是你们以后长大工作了 你们的事情就他们跟都没有关系了 嗯 对啊 就想结婚也没必要跟他们说 以后就是想想在中国去发展呢 还是就是跟老婆工作在这边做 其实对我来说我哪儿都行 我两个国家都有家有父母 那是那是 那有什么故事吗 就是让你感动的那种家庭的故事 给你做了饭 我刚买辆车前天 我买辆帕拉梅拉 我两辆车 一辆卡燕 一辆帕拉梅拉 都是写的他名字 两个车库也都是写的他名字 除了房子是我的名字 甚至全特别的对那个没兴趣 你别签我的巧克力就行 他对 巧克力 巧克力在阳台上藏着 为了让我女儿别看见 他们的人特别爱吃甜的 巧克力就是完全就不能吃去 可是问题来了 我听说 比如斯拉夫人可能 以后走样可能三十四个人 她是这样的 就是你一定要控制自己的饮食 但是大部分的年轻人 还是不错的 你看我老婆这二孩 这刚两个月就已经 就已经恢复到十六岁的身材 Shame with you No. 親爸爸 亲爸爸一个 親爸爸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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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最美好的是相逢 最难得的是重逢 最让人羡慕的 不是被很多人追 而是遇到一个 不管怎样 都不会放弃你的人 成功的路上 老花 现在沈斗一流行做渣男 我也说渣男 我三天不挂苦 我渣死你 帅不帅 真帅 媳妇 都说你们乌克兰人会噜 来你给我噜一个 你教教我你怎么吜的 其实说实话 什么来乌克兰第一天 第一周什么这些都是片子 我来乌克兰八年了 我照样 勒不出来 哈喽 很多人问我 就是说我怎么找到 武汉媳妇 第一 你得来乌克兰 就像我一样 我在乌克兰 所以能找到乌克兰媳妇 是不是媳妇 然后第二 就是很多人问我 你们那几点了 其实我们这跟中国就差五个小时 夏天五个小时 冬天六个小时 然后乌克兰平均收入 就很多孩子问我 2018年统计 乌克兰平均收入 2158人民币 然后乌克兰房价 平均 1000美金一平米 这是首度价格 如果你要买市中心的话呢 就可能更贵 然后这个1000美金的合人币 目前是6.9的辉率 也就是6900人民币 然后这个国家 其实它什么都不产 它就产美女 你知道吗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你说有些人问我 乌克兰有什么好玩的 我告诉你 乌克兰就美女多 帅哥多 对吧 你是谁 你是谁 你是杜探长吧 我是雷探长 我才是雷探长 那大家都说我是雷探长 其实你才是真真正的雷探长 雷探长现在来到了乌克兰 哇哦 你们两个到底谁是我老公 我们是中国的花果 阳光下精心唱着歌 看我们幸福的生活 像花莫彩的颜色 我们是中国 女孩子花点钱 怎么了 哇哦 哇哦 那男嘉宾 如果我们签手的话 你会不会买名牌包包给我 会 那你会听话吗 会听话 听话 咱不买 咱不买